一直咳嗽怎么办?天气忽冷忽热一感冒,许多人吃完感冒药,咳嗽还是美好。 坊间有流传穿背炖水梨可润肺止咳是真的吗?咳嗽吃什么比较快好? 从中医治疗咳嗽、饮食、穴位来达到止咳效果。 穿背炖水梨可以止咳。 名品中医诊所医师彭一文提到,有些人服用穿背炖水梨希望达到润肺止咳功效, 但雀咳更严重,其原因是咳嗽分为热咳及含咳。 热咳会喉咙痛,弹为黄绿色且较有粘性,可以食用穿背炖水梨烤橘皮,达到润肺止咳的功效。 若为含咳则不适合,应水梨为凉性水果。 孔欲吃体内含气欲多,建议可以用黑糖姜汤、黄芯红枣茶。 咳嗽吃什么比较快好? 彭一文表示,许多民众夏天冰品吃太多,一旦季节转换,体内的寒气也被引出来。 而发生呼吸道问题,建议可多吃百合、木耳、蜂蜜、梨子、莲藕、柿子、萝卜等润肺的食物。 食部则可利用西洋参、沙参、麦门冬等药材。 平时也建议少吃辛辣、刺激性的食物,如麻辣锅、咖喱、胡椒饼、咖啡等,中医分两种咳嗽。 另外,城关中医诊所医师陈方宇指出,咳嗽是临床常见的症状,是肺气上腻的一种病症。 其发病机里,大可分为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两种。 内伤咳嗽多与脏腹失调有关,呈现反复慢性咳嗽。 在外感咳嗽中,大抵可分为寒咳、热咳、躁咳。 中医食疗治疗咳嗽、寒咳。 由于外感风寒、低温冷空气,因风邪与寒邪相合泛费,使肺气拥饿不宣。 可见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,弹清晰白色、发热物寒,不易出汗、头痛鼻塞、四肢酸痛等。 中药可使用麻黄、桂质、陈皮、浅浆、五味子、细腥等新温药物来温散风寒、温化寒谈等。 食疗、生姜粥、生姜三片。 白米二十克,将生姜洗净、切碎、与白米铜煮稀饭浮食。 生姜微信热食物,可暖脾胃、散风寒、喧飞利器。 热渴、外感风热或数热引起。 进而出现咳嗽、声音嘶哑、气粗、呼出热气。 咽喉痛、弹簧粘稠难咳出。 鼻塞硫磺涕、汗粗、发热、头晕胀痛、口渴等症状。 中药可使用桑叶、菊花、金银花、舌干、黄芹、丧白皮等寒性药物来解热止咳。 食疗、蜂蜜萝卜水将萝卜连皮切片。 放入碗里倒入适量蜂蜜,净自4-5小时后可食用。 一颗适量吃清热泄火食物,如生萝卜、罗汉果、芹菜等、躁壳。 由于外感风寒伤肺或躁症引起,会出现喉咙前痒,壳而无痰或少痰。 鼻腔前躁,舌尖吃红,胎薄黄而少筋。 中药可使用沙参、麦门冬、天门冬、杏仁、百合等润性药物来清肥润造止咳。 食疗、百合麦冬饮、百合、麦门冬、沙参个两前。 加入500-700C,细水煮沸,后可酌加入适量蜂蜜。 酒壳、酒壳不育,酒病入理。 饭及脏腑,不好制的酒壳则以含性咳嗽居多。 冷壳容易变成慢性咳嗽,治疗上则常以温药为主。 如小青龙汤、杏苏散、二臣汤等加一补中一气汤。 肾气丸或百合固精丸。 食疗,百合木耳饮百合5克加白木耳5克加100C,C的水。 可酌加少许蜂蜜,煮到软烂后饮用。 百合油润肺脂壳,宁心安神的功效。 百合木耳则有圣经润肺的功效。 三穴位止咳,陈芳瑜指出生活中做简单穴道按摩,按压上肢的颌骨。 此则,孔罪穴位都能帮助达到止咳的效果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,订� At Goswui。